玉璃高中电子商务科二年级的学生 第一节课早上八点就先来到了 佐西乡的中正部落 而手上拿着手机来到部落的 翁翁私厨餐厅厨房 原来学校安排学生来到部落 要拍摄现在最夯的短影音 而私厨餐厅的大厨 就是中正部落的返乡青年周文君 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练习做短影音 实际操作的课程让学生只乎收获满满 手上拿着手机来到部落的 翁翁私厨餐厅厨房 原来玉璃高中电子商务科安排学生 来到部落要拍摄现在最夯的短影音 翁翁私厨餐厅的大厨 就是中正部落的返乡青年周文君 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练习如何做短影音 就是他的食物啊 就是特写 还有他在制作或是讲解的时候 或是跟我们聊天的对话 我们都有放进去 这次的主题是要来拍摄主角 中正部落的返乡青年周文君 翁翁私厨是当地知名的大厨 很多人都一定吃过他的原式创意料理 他更是透过料理来分享部落的文化以及故事 转型用手残地到餐桌说自己的故事 不用料理说故事 学生也跟着周文君的脚步走到部落附近采野菜 也跟着学生们分享这个将会成为老叶青酱 在蔬菜煎饼当中担任重要角色 这个就是红梗的 是野生的 你们可以稍微 如果敢体验吃的话 可以吃看看 直接吃哦 直接吃哦 因为我们要打成酱 对我们要把老叶的叶子打成酱 看着周文君利用部落简单的食材以及配料 都一一变身成为桌上美丽又美味的料理 学生将周文君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手机里 菜颜色鲜艳 然后蛮有特色的 用原住民的野菜去料理 摆盘艳金子 一地高中电子商务科多年都有安排夜师协同教学课程 这个学期电子商务科二年级同样邀请到地方电视台的记者 并且由记者带领学生前往中正部落 实际操作如何拍摄 如何透过镜头来说故事 更透过学生的视角来记录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部落 记者高双双张明和玉璃镇采访报道 大家在这一期再见 242 3 3 4